大家好,我是張傑瑋 我今天邀請了兩位北一大的學弟 想要來跟他們做一下交互訪談 我們先請他們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林林宏 現在讀北一大碩士班一年級 主修鋼琴 大家好,我是林振寬 目前是9月要進去北一大就讀 轉圈級的研究所 那是什麼?就是研究所? 這兩位學弟其實很早以前 我一位就是要好的學弟 應該算是他們的恩師吧 我曾經幫他們 幫我的學弟代打一段時間 因為他有一段時間出國 然後短暫教過他們 然後前些時候 有聽過他們的 跟管弦樂團的演奏 就是協奏曲 一個現在是鋼琴主修 一個是小提琴主修 那雖然當時都是 教他們小提琴 他那個時候是復修小提琴 他那時候已經是主修小提琴 那時候聽完他們的演奏 我就覺得很多年 確實學生的成長不少 然後也剛好他們是 就變成算是學弟 因為他們的老師跟我其實都是 曾經都是北一大畢業的學生 所以今天想要跟他們來聊一聊 那既然你們是北一大學生 你們是大學都去念北一大嗎? 對 那現在是兩個都要念研究所 等於他自己念了 那這個是即將要去念 那既然都是北一大 我想要問你們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覺得北一大 進去北一大之後 跟你們想像的一不一樣 有沒有什麼優點或是缺點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覺得其實是 跟想像中的一樣 就是說 確實北一大在台灣的環境是蠻好的 就是 大家都蠻認真念琴 或是也很長時間待在琴房 然後 就是 也比起以前待過的環境 就是大家就是更投入在音樂裡面 對然後 所以說我覺得 優點的話就是其實 北一大蠻多學生都算是蠻認真的 對 然後 也算主動或是說 很願意嘗試新鮮的東西吧 對 就是因為畢竟現在台灣轉型 所以說 大家都 不只是在 對 Classic for music 這塊 就是 去做深入研討 然後 大家 還更 努力去 去 去嘗試一些新音樂啊 或者是一些爵士方面的 對我覺得就是以前 比較沒有去想到的 對 對 我覺得有點就是 其實 北一大 在疫情之前也請了很多 國外的大師進來 大師版 所以 而且都是很 國外這種很頂尖的 這種大師進來 北一大 那現在 也是國內的 很多 很多大師級的 音樂家也到北一大 認真 所以是北一大 一直都在追求 聽樂方面 這樣的專業的人 對 我覺得 北一大就是 我以前去念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 大班課這種東西 蠻豐富的啦 就是 各個樂器 各個類別 我是蠻常去看的 就是 就是你們的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學分啊 就是沒有學分的那一個 專題也有 就是 可以看很多 你們練琴的東西 現在也是很好 我們以前也很好 但你們在琴房都只有練琴嗎 沒有 還有打穿說 就是 以前的時候比較多 我們以前很多學生 在琴房有各種 不一樣的 這個懂齁 這個 有健身的啦 健身 就是真的是健身房 他放啞鈴在裡面健身的 對 有人就是在琴房裡面談戀愛 有 有人放那個攝影機啊 就當Youtuber 有 對 但是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 北一大真的有一件事情 比較屌 我覺得 就是我們有時候要簽琴房的時候 怕簽不到 我不知道你們這個時候是不是 所以這代表大部分的學生 其實是很認真的 對 就是 我們在琴房時間是蠻久的 對 有時候在那邊 彈琴拉一拉 隔壁情侶在吵架 這種情況 就是 基本上就是 在琴房時間真的很多 對 對 那你們想要問 問我問題 還是我等一下 我繼續問你們 欸 我想問學長 就是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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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你說哪邊不同 好像 差異性不大吧 因為本來每個學校就是有最好的 跟 就是平均怎麼樣的啊 然後我看你們現在也蠻會晚的吧 還是 我覺得以前我們 我自己在北一大的時候 我覺得 就是大家會 譬如說常打球啊 然後有一票的人 他們常去網咖打電動 我是比較不喜歡網咖的 對 但是然後有一票的人 常常在談戀愛 嗯 然後 可是 該幹嘛的時候 就是 時間到了 就是 就是在那裡 嗯 對 但我覺得 可能你們現在的環境 比我們更好 因為我覺得你們現在請的 你說 你剛剛問我是說 學生不一樣 還是說這個學校哪邊不一樣 嗯 就是學生的風氣 我哪我要問你們 你們去圖書館 常不常去啊 其實是到 這個我就要問你們啊 大三大四 我們可以來 才去 那我跟你說 我在 我是差大 我從大二開始念 我從大二的時候 我們就 我跟幾個特定的人 也許也不是所有 因為 我當時同學也有那種 托克尼尼拉我的 然後 張琦我最近在拉這什麼 然後拉給我聽 我說現在這個是第幾號 不知道 我同學也有這種的 嗯 我現在意思是說 嗯 就有一些人還是 會比較會去找 找東西 找 找答案幹嘛的 像 我自己在北一大的時候 我跟幾個特定人 我們是常常跑去北一大的圖書館 嗯 然後我是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沒有 沒有 沒有那個 沒有像王國章這麼 這麼發達 我是常常借裡面的 唱片跟影片 回家 把它一片一片 考成DVD 然後 再從我電視上去觀賞 以前 學校留下來的這些 包括 湖南元老師 比賽的現場表演 嗯 還有 北一大 哪一屆哪一屆的音樂會 還有一些大師 然後一片一面把它搞 拷貝下來 來看 嗯 然後 我不知道 這個 你們 做到怎麼樣 可是這個有可能 是我跟幾個比較狂熱分子 在做的事情 嗯 就是 我覺得我們 那時候我覺得好的 自己回想起來 覺得那時候那段時間 嗯 學生自己去 因為這些東西老師不會教你 嗯 對 老師不會叫你去 要聽誰的 甚至你聽了演奏 老師也不一定聽過 嗯 但是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 我利用北一大的圖書館 就是 系圖啦 嗯 那個就是 很多東西 就去那邊找 然後 我找到就是 後來自己去外面 存錢去買一些東西 然後 到最後我 我 像我剛剛跟他聊 聊的時候 我問他說 欸你就聽了音樂 到時候聽現在的音樂 現在音樂家還是以前的音樂家 然後 我是以前比較偏好聽 不是現在的那些年輕音樂家 我比較偏好聽那些 我們上個世紀的那些大師 然後我會去找他們年輕的那種 唱片 然後我以前就是有瘋狂到就是 到最後我還直接送了一台 LP的唱盤 給我北一大的蘇貞圖老師 對 然後希望他也有時間去找一些 他以前聽過音樂在聽這樣子 嗯 對 那以前 我們的風氣 我的印象就是 應該跟你們現在差不多吧 但是學生 學生程度 我覺得我就 我講就不太客觀 因為我沒有進去 對 但是我聽過你們的演奏 我覺得 你們的演奏都算是不錯的 就是 呃 還是 但是我還是覺得北一大的學生 是不錯的 就是 是蠻 蠻好的 對 就是 對 而且老師剛剛說的那點 確實就是說 有可能是因為時代的關係就是 因為現在大家有手機 所以之後差很多 就是說 獲得資源太容易 可是 但是 那個資源其實也不見得到 說是 好不好 對 但是我有一個就是 可以跟你們聊就是 我 我自己在教學生 我反而覺得 有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會覺得 資源太容易得到的時候 你們有時候不太會去找 對 因為以前我們在聽唱片 我們是看不到影像的 我去聽一個唱片 在最 不要說詮釋這個東西 很粗淺的 他的執法怎麼用 他的工法怎麼用 我是用聽的 嗯 我是想辦法把它聽出來 可是現在學生 明明YouTube就可以看 直接就有答 而且還可以變慢 變快 可是他一個工法跟直法 他還跑來問我 然後他也不會去參考 不會去主要去參考別人 你知道嗎 有哪幾種可能性 呃 不是說所有學生 但是 我發現蠻多學生會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有時候時代就是進步 就是看 你如果要利用他 其實可以省我們很多時間 對 就是 你譬如說啦 就是你假設說有時候 就是很簡單的東西 你這個地方 我這樣工法這樣拉 到底何不合理 或者是這個版本 這個小力經加這樣寫 他到底怎麼拉 會有這個疑問 然後 可是現在 有可能 就是馬上就有答案了 他以前 要一直聽一直聽 進去到答案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 現在直接這樣看 會不會讓耳朵比較不好 哦 因為我們都知道 耳朵是要很好才會 就是對你拉琴彈琴有幫助 對 我有想過這個問題 只是 我覺得資源 資源 就是還是可以用吧 我在想 現在 就是 就是 反正我覺得北藝大 就是資源很好這樣 對 確實 我也是到 大三 開始進系圖才發現 欸 原來學校就是這種棒資源 可是以前都沒有發現 就是 而且真的是 進圖書館翻一本 就會想翻下一本 然後 可是下一本 有可能跟三本寫 又完全不一樣 就是 比較不會說 就網路上這種 大家大眾 一致性的 方向思考 就是對 對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這樣 嗯 那正換你 再問老師一個問題嗎 我想問老師 在北一代 有沒有什麼 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有一代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 我覺得 會拉琴的那些人 籃球都打得不錯 然後 可是我那個時候 沒有太常去打 有一點後悔 對 就是 我印象深刻就是 就是 就是 因為我自己也蠻喜歡打籃球的 然後 可是我在北一代打的 沒有我以前在高中時代打得多 對 但是我的印象 覺得拉琴他不錯 他們的手感都不錯 然後像那個 以前 我的同學 有一個 就是 范凱希啊 他是 女生 但是他也是很喜歡打籃球 他現在就是在台中職位啊 然後就是 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 然後以前有幾個 譬如說 你會知道 每個同學 其實你看得出他的特性 那我覺得北一大學生 蠻 優點是 就是 閉了業之後 蠻多人 比較知道自己要幹嘛 就是 往自己 要坐那邊去走 因為其實很多人說 音樂度很窄 可是我從來都不這麼覺得 對 我甚至覺得現在更多事情可以做 對 然後 那我覺得北一大學生有這個特性 就是 你有幾個人 你看他 看到出他很有感慮 有的後來跑去當 其實 流行音樂啊 或者是 有著作曲的 他往流行音樂發展啊 那有的 也是在鼓鼎音樂發展得很好 我覺得你們現在這個時代 蠻多元化 而且現在北一大 他有流行音樂系耶 因為我之前有個學生 他就是要來考北一大流行音樂系 他之前也是 請也拉得還不錯 對 然後 我知道他現在的目標是 是要往這方面 對 可是那我覺得 在本科系的人 也不代表說你們的東西 就只能發展在 好像以前人家覺得 那些地方而已啊 對 就是 好 那我問你們 我想問你們一個問題 就是 你們現階段 有沒有 或者是 你們現階段 讓你們最 有沒有什麼 音樂上面的事情 是讓你們 感覺到最困擾 或者是 有一個問題想了很久 還沒有答案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其實一直都有啊 我分享一下 因為我在你們這個年紀的時候 有很多問號 但是都沒有據點 過了一段時間才有 過了一段時間才有 我想要知道 你們現在 有沒有什麼 就是 可以分享一下 嗯 其實我覺得 嗯 不管是不是學生 我覺得只要 自己是 把自己當成 自己是一位 藝術家 或是音樂家 的話 其實 一輩子都會有 都會有持續的問題 就是 因為我覺得大家 在追求音樂的過程中 嗯 對就是說 一定會有一個很完美的理想 可是 嗯 又很難達到一個理想 所以說會一直 嗯 有很多 question 對 所以說 嗯 我覺得 要怎麼樣去面對 瓶頸 是很重要的 就是像是 關於樂曲詮釋啊 或是 嗯 怎麼樣去達到你想要的 嗯 你想做的東西 之類的 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看過很多書 我覺得不只是學生 連 大師 薩霍維斯 他也是花了15年 嗯 才操作到下一個境界 所以說 嗯 不用說我們了 就是 我覺得每個藝術家 應該都會面臨這個問題 這樣 所以你現在講就是說 在自己 彈琴上面 就是 的瓶頸是不是 對 有時候會碰到說 但你自己是可以解決的嗎 嗯 要看情況 嗯 對 我以前有個老師跟我說 嗯 我有一次給他 問他說 可不可以拉 老師你有沒有拉過這首曲子 然後 老師就跟我說 有些曲子 你這Bass如果都拉不起來 就不用拉了 嗯 然後 那個時候 我是比較年輕的時候 我覺得 那個時候 老師好像是 欸 不知道是在嗆我 還是在 還是在 在幹嘛 可是後來過了幾年之後 我有一點明白他的意思 就是 我覺得我們在追求的過程當中啊 我覺得有些東西 也許不是你那個時候可以追求到了 對 啊我是覺得先放下來一下下 然後 你還是可以追求別的東西 因為 如果以老師那樣說 確實這個世界上有蠻多曲子的啊 對 那有時候我們有一些曲子 確實在某些地方會放到平均嘛 但是 可是我覺得其實 技術上能解決的事情都還算是好解決啊 嗯 對 我覺得那個都還算是容易超越 嗯 對 但是 我是覺得我們自己有沒有找到一個新的目標 然後現階段 有時候目標其實我是覺得可以換一換 就是當然最終的目標那個你可以把它放在那邊 但是這個中間在追求的東西 對有時候會卡關 卡關的時候很難受 對 尤其你花很多時間的時候你更難受 真的喔 對 但是有 可是我一直到一個階段之後 我開始慢慢的知道 就是 理解就是 你在追求這個東西 你有時候 每個階段可以追求不一樣 還有就是我們每個人不一樣 不一定是說 這個大師他 這個曲子這邊 這個才能好 所以我就要這樣 所以我才能證明我也不錯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確實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是個體的 對 包含HIGHPASS他 沒有路過PAKUM1到24手 他就只有路過3手 他還是大師阿 但是 如果 那有些人很年輕 他就追求了 他 他24個就路完了 確實也是拉得很好 可是 以後怎麼樣 大家在走的東西不一樣 我是覺得 你要把自己 自己的 追求目標定下來 但確實 我們那個目標一直在 不然會走不下去 對 就是要不一樣的東西 或者是可能要 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吧 嗯 因為我覺得 嗯 大學之後跟 大學之前 最大不同就是 可能 我們上大學之後 要比較多 開始靠自己 就是說 可能老師他也不會像 以前老師 就是每個細節 或是每個地方都跟你講 就是會比較多空間 是要你自己去思考 而且說像老師剛剛講 就是 自己上學子 跟做學要那麼多 其實永遠不可能 學得完 所以說 要怎麼樣自己當自己的老師 我覺得也是蠻重要的 對那個 我自己是那個 我比較特別 我覺得 後來有跟我朋友聊 我大概從國中開始 我從國中到大學 都有不同的老師 國中開始 我老師基本上 沒有幫我出過曲目 我曲目都自己挑 不管我換給誰 好像 他們也都讓我自己挑 對 但是那個 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就會自己去 我覺得那也是一個學習 就是 因為我挑曲目的時候 我要平復那個時候 我可不可以 不過老師會暗示我 就是說 欸 你是不是要弄一下 什麼樂派 這樣子 就頂多就這樣子 對 那鄭煥你 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有沒有什麼 一直在音樂上面困擾問題啊 或是你人生上面 對 特別是在練習的時候 因為久 因為我們不久 不只是要追求 這個音樂的品質 當然還是要 要到一定的數量 嗯 要一定練習的次數 才能保 保證那個練習的穩定度 嗯 以及上台的穩定度 嗯 那特別就是在 練習的時候 可能還是需要 透過一些反覆 嗯 重複的練習 才能保證 自己像是音準啊 或者是 節奏方面的一定的確定度 嗯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因為有時候會覺得這樣 比較枯燥一點點 當然可以藉由不同的工法啊 或者是 轉換一些不同練習的方式 哦 對 但是那好像 還是一個必行的過程 對 你知道我們在 你們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在困擾什麼嗎 嗯 我困擾我畢業之後 沒有工作 呵呵呵 然後我就是跟我老師 講這個事情 嗯 對 不過我老師那個時候很簡單 就是跟我說 他說上帝會給你工作 你不用太擔心 很抽象 可是後來我覺得是 這個事情不太需要擔心 對 就是如果 你 你有一直在往你自己的方向 走的話 做到一個品質 其實不用擔心這種事情 對 你們還有什麼問題要問我 什麼問題 這是會簡介嗎 這可以想一下 沒有 沒有 我從頭到尾都是一進到底 我都是走自然派的 你們可以看我的影片 我沒有一個影片是簡介的 我是走自然派 那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你曾經有跟我聊過說 你有想要出國 那你 為什麼現在後來決定 不出國了 其實我 我一直都有想要出國 只是現階段 就是 還在 我覺得 一方面是自己還沒有準備好 一方面是 就是 出國經費的問題 對 我現在還在想辦法 對 就是 那其實說 台灣有 很多給 想要出國的台灣留學生 的獎學金設置 對 可是就是變成是自己要 透過一些管道 去執行這樣 對 像台灣 有兩個 一個是公費 留學考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就是考學科啊 像是國英書之類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你要先考上國外的學校 然後寫一篇研究計畫 對 然後去申請 那個 留學獎學金 對 主要是這兩個 對 然後我目前會想要選 後面的 就是 寫個 研究計畫 對 所以你打算研究所之後再去 再出國 嗯 你怎麼打算 可能這一兩年內 就會想要出出國 對 我最近在 就是 其實這幾年 我不知道 到最後 就是 就是 嗯 我就覺得出國這件事情 我當然 我以前是覺得 有機會就出去啦 我是這樣想 因為我有出去 但是 其實這幾年 我覺得台灣的 很多 就是 教育環境 還有 私之手 跟以前也很不一樣 我其實也蠻期待台灣 有辦法 就是 有 有辦法就是 完全本土的 音樂家 很不錯的人出來 因為 因為其實我們旁邊的國家 有做到 像 那個 范克萊本 之前那個 盲人的鋼琴家 他也是 從來沒有喝過 外面的水啊 對 啊 最近的范克萊本 那個韓國人 對 人家十幾歲而已 嗯 嗯 那他也是都在韓國做教育 嗯 嗯 就是 那台灣現在 我們 呃 音樂人才 三分之一 從美國回來 三分之一 從 歐洲回來 三分之一 在台灣本土 然後 對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 雞 就是 但是 我當然覺得說 出國是一個向往的事情 但是 我不知道之後會不會出去 但是其實不出去之前 我覺得很多東西也是可以好好學啦 對 那我覺得 台灣現在的環境是跟以前不一樣 然後再加上時代不太一樣 就是 包括 雷一大新在 可以網路跟 國外的老師上課啊 嗯 當然是 會跟實體不太一樣 但是資源都是比以前選擇多 對 但是之前有幾個學生就是 是卡在說 哇 今年疫情啊 什麼的 然後要申請 覺得 就是 去了那邊 之前有卡到就是說 什麼 也不能去學校幹嘛 所以他們就沒申請 哦 對 那 又覺得花了錢去那邊 卻要上網路課 然後只是 拿 對 但我覺得有時候這個東西就是 可能就是 就是真的是每個人人生的計畫 像這種關就沒有這個打算嘛 對啊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都行啊 應該也都走得出自己的路 也不是說 反正拉琴彈琴那麼久也知道 沒有什麼東西是一定要這樣的 你如果有這種關一定要這樣 那可能有時候走得不夠好 嗯 就是 他沒有一個 就是沒有標準答案的這種狀況很多啊 對 對 好 那還有問題要問我嗎 問題 針對現在的環境 老師有想要給現在 嗯 不管是北大學還是學院樂的人 的學生 什麼建議吧 你說是要走這條路的人 對 我覺得就是 我以前在當學生的時候 我最常 為什麼說我在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會擔心說 以後沒工作 因為旁邊總是會有人告訴你 有這種聲音說 以後的路很難走 然後誰誰誰誰怎麼樣很糟糕 然後我覺得反正這個也剛好是影片 我覺得我喜歡透過影片傳遞正能量 針對這件事情 我要講的也是正能量 就是我自己的經驗啦 就是在擔心的那些人啊 可能是10年前20年前他們在說的 那些人他們現在還是在擔心 我要講的是說 你擔心這東西的 必須要擔心這些事情 你只要把自己好好做得好 那我覺得就是很重要 我自己的觀念是就是 你只要 因為我覺得音樂是一個很能性的東西 你得要很發自內心喜歡它 你很誠懇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不會做得太差 當你不會做得太差的時候 這個世界不會不給你機會 對 而且 而且 我後來才覺得 其實這個世界上 人家會說 走音樂很辛苦 而且他們說 你們這一代更辛苦 拜託你們這一代走哪個東西不辛苦啊 對 你覺得我講的實不實在 對 那 對啊 沒有一樣是 這個 本來現在這時代 人才就很多 然後資訊很透明 好不好 大家可以馬上看得到 最簡單的音樂傳遞 你傳到Youtuber 你彈得好不好 鋼琴彈得好不好 小鈺琴彈得好不好 就知道了嘛 對啊 但是我們都是男生啊 我們 我們要更努力 我們不是那些女生喔 我們有的影片是他頭切掉 穿的稍微少一點 他在那邊彈琴 可能來看他的表演的人 會來看你表演很多 所以我們是要更努力的 對 但他們其實也蠻努力的 你仔細看那些人 他們全部換的也蠻怪 他不是沒練習的 對 但是我覺得我們男生 我跟我所有男生講 就是 我們男生是要更努力 然後現在確實可以做的 方向很多元 對 然後 不要被父母親影響自己的 對未來的想法 這好像是一個 華人 跟西方社會不太一樣 這個絕對要 這個要突破 因為 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會有這種 成長過程當中 對 然後 你的未來就是其實 大部分我們的父母親 都不是音樂背景的 只有我們知道這條路 走下去 你應該是比自己的長輩 都身邊的家人都知道 對於你滿足的地方 還有你會碰到困難的地方 你應該都比他們清楚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不要常常 不要被 我會說想要跟你們講 我就不要被 常被影響 因為我有時候 有時候我成長過程 有一點會被影響 對 但是回想起來 就覺得 有時候地方會覺得說 啊 好險沒有被影響 好險沒有被影響 或者是 那個地方 要是沒有被影響 好像好像就可以更好一點啊 或是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 尤其像你們這個年紀啊 已經都是很獨立的 年紀了 對 然後其實 研究所 把自己想像說 已經根本就是 在社會上 工作人 以及研究所 也不太算是學生了 對 然後其實 我們要自己教自己 大學的時候 就開始要 要自己教自己了 研究所 其實 在學的 真的不是老師 給的那些技術而已 其實我覺得研究所 說真的老師可以幫忙的不多 老師可以引導的也許很多 但他可以直接幫助的東西 我覺得是一個 很需要自己幫助自己的年紀 但是老師可能 就是可以引導 然後你要可能去找 這些老師 身上可以學的東西 確實 我自己的 然後 然後要趁時間 也要好好玩 好好玩 對 因為以後可以玩的時間 越來越少 然後 然後 有機會和思念願 趕快去和 因為以後 你要找朋友和思念願 超級難找 你踏入學校以外之後 就非常難找 然後 我說的玩 玩音樂要 要努力玩 其他的也是要 因為其他的 他的玩 我覺得在音樂上面可以反映出來 嗯 對 因為音樂是表達人性 你怕的東西經驗不夠多 你看的世界不夠多 你的想像力不太可能會比較多 對 所以我覺得 然後會隨著年齡 因為你們馬上就 會變成可能 正直的音樂家 或是老師這樣去做事情 時間會少非常多 生了小孩子之後 更是一門 管理時間 更是一門藝術 然後 我們在當學生的時候 我們都在看哪個老師 有沒有退步 有沒有準備 記得 你當老師的時候 學生也會這樣看 所以 現在存的錢 存越多 以後越有本事花 對 然後 練琴是存錢 教學生是花錢 有一段時間 之後可能可以慢慢明白 這我朋友跟我講的 我覺得講的很有道理 雖然賺錢也要賺也要花 可是你要Balance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你們現在教學生 也是對你們來講 也是一個好的學習 但是就是要Balance 對 嗯 然後覺得花錢 那方面是 會 你花錢 就是 我說你在教學生是在花錢 就是說 因為你教學生的時候 你沒辦法 你沒有辦法練琴 然後你說 教學生可以學到東西 教學香腸 當然是有 但他 我覺得也是會有 提拔的時候 而且要看你是 教什麼樣水準的學生 對啊 你不可能說 教 教某個程度 這樣子的學生 你一直在一起教 你覺得你還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 這變能的 嗯 對 你如果沒辦法交出新的東西 或是學生沒有新的事情給你 你也很難成長 但是你在教學的時候 或是你在耗自己的時間 嗯 對啊 那是在抽血出來 書寫給別人 嗯 啊可是你要自己補充維他命 對啊 啊 啊本來我們的 我們的路當然 適時的抽血出來去救別人 幫別人看醫生 這個也是正常的 這本來就是我們這條路 的人其中會做的一件事情 這是OK的啊 只是說要Balance 對 對啊 那因為像我以前有一些朋友 他很年輕的時候就叫一堆學生 有時候一直叫一叫一直掉下來 哦 那 因為你剛剛問我說 有什麼東西跟你們講 那我就是會跟你講說要充實自己 因為我們自己 你們當學生 我相信跟我們在當學生的時候一樣 就是一直檢視老師啊 會吧 嗯 都少會啊 對啊 所以有學生也是會檢視我們 嗯 啊 我們都希望被學生稱讚 嗯 對啊 就是 所以就是要 自己要 Balance自己的時間 就是 重點就是 以後很多事情可以做啦 然後自己想要做什麼 想清楚 時間要分配好 然後 要玩也要練習 嗯 然後 超級重要 感觸超深就是 同學都去工作了 會沒朋友玩室內月 現在趕快玩 嗯 我之前有錄一個影片就是 大學生一定要做的事情 你們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我有一個就是講 就是我覺得要去核室內月 嗯 因為這個是時間最棒 為什麼 同學都還在 而且程度是好的 一定比你國中和室內月的程度好嘛 嗯 對 你國中和室內月 那就只有對在一起而已 你講到什麼 可以弄到有音樂的人很少 高中開始慢慢 可能也許有 嗯 那你看現在大家實力累積了 這時候是很棒的時候 所以我盡量去找 找人玩室內月 因為玩室內月可以幫助自己 詛咒 幫助太多了 對 嗯 好 那還有問題嗎 問題 你有啊 好 那就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有任何音樂或是小型相關問題 都歡迎大家跟我交流 謝謝大家 掰掰